政壇回力鏢又來了嗎 我們先來看林佳龍的 殊不起論 原本是在諷刺嚴寬恆 說嚴寬恆出來參選 那就是殊不起 結果沒想到這個回力鏢最後 回到了誰的身上 陳其邁的身上 台中第二選區立委陳柏惟被罷免 民進黨現在推出了林靖穎來參選 那麼交通部的前部長林佳龍 他擔任競選總部的主委 他就說了 如果國民黨的前立委嚴寬恆出來參選 那叫做殊不起 結果呢這一番話就讓很多人想到了 高雄市長陳其邁 好網友就開始調侃了說 你在說陳其邁嗎 好也有人說暖男怎麼又中標了 你貪戀權威 你大搞棄居保帥 高雄市議會大門口聚集數十人搖起大喊 大罵陳中成大夥46人死亡 質疑市長陳其邁棄居保帥 陳其邁市長你厚言無恥 曾經要求胡志強為九死火警下台 現在迴力標打到自己 國民團體炮轟陳其邁甩鍋下屬 但現在又出現第二把迴力標 把罷免做選舉的延長賽 然後去罷免了對手 又跑出來參選 那這個也坐實了 就是輸不起 敗選後把勝選的罷掉 自己再跳出來選 林佳龍酸的雖然是台中前立委 嚴寬恆 但外界立刻想到高雄市長陳其邁 2018年敗選轉任行政院副院長 2020年韓國瑜總統大選落敗 接著又被罷免 同年陳其邁補選勝出敗部復活 按照林佳龍的邏輯 難道也是輸不起嗎 選舉跟罷免是民眾的權利 尊重是一個決定 畢竟當初降低公投門檻 就是陳其邁提案 也成功罷掉對手韓國瑜 不好再多講什麼 被自家人迴力標打中 以不變應萬變 避免再被聯想 就是輸不起 記得宋非成王 書宏 高雄報導 那綠營早茶是不是呢 找錯人了 找到自己人的身上呢 過去這個民進黨議員陳世凱 曾經批評說 顏寬恆以經濟會的名義 向台電申請了2013年的 大甲媽國際觀光文化節的補助 當時陳世凱說呢 台電如果有多餘的經費呢 可以針對空氣污染來改善 而不是當民代的私人財庫喔 最強蔡農林佳馨呢 他發了一篇臉書 好來回應這件事情 他炮轟喔 他說呢 綠營這樣講 那你要不要來看看 前雲林縣長 現任立委蘇智芬 一手罵六卿 一手申請經費 還拿了將近200億元喔 同時呢 這篇文最有趣的是 最下面他hashtag了 好 蘇智芬之外呢 陳世凱拐彎 罵同黨的同志 他打了一個問號 我們的記者呢 打電話給陳世凱 但是呢他在截稿前沒有做出回應 綠營的民代側翼民嘴 這幾天在蒙縮 嚴寬恆擔任立委期間 每年跟台電 申請六百萬的大甲媽祖文化錢的補助款 那這條錢 用那個大甲媽這些文化錢上面 我相信應該可受公平啦 因為每一年大甲媽總是要耗資甚多啦 總是地方 這麼多館期的一個重大活動 我認為用這些錢合法 像台電申請也沒什麼不妥 如果綠營民代覺得這樣不妥 那應該回頭看一下 我們蘇老縣長 蘇智芬老縣長 這些年來當上縣長期間 一嘴唇六千 一手拿六千 總共把六千 拿超過要跟兩百萬的補助款 不是一邊在繳六千 一邊錢要拿六千 用在雲林就算了 其中還有很多經費 是用於所謂特定議員活動 甚至特定的 我們縣府認可的活動上 甚至很多錢 超過30億的農業安定基金 是不需要所謂議會審查 政府就自主決定用在哪 這些錢要跟兩百萬 不是更可怕嗎 如果三千萬是違法收取 那這兩百億呢 就合法應該嗎 這不通相投標準啦 我奉獻這些綠營民主 側議啦 還是說這些政界的朋友啦 有像說本人之前 想看我們幸福平 有什麼人來做這些工作 這些事情 只要合法依法申請 台電本來就是所謂 敦親募林基金啦 國民黨有人提 民進黨也有人申請 這些錢都是用在高雄 用在民間國中 沒有什麼好質疑的 如果這件事也要拿出來說準 那瞧瞧我們殊擾縣長吧 跟六千拿了多少 好 好